第八十章 踏破燕都 豪宇之时节 狄奇也率军而来 燕法谷自动退了一社之地 将功成之位让给狄奇也 既然燕法谷有心要让 狄奇也也不推辞 对燕法谷一点头 策马上前 燕朝都城 其实该称为次都 因为燕朝原本定都中州 是被打得只剩下北方三州 四大民法与燕朝朝廷仓皇逃到雷州来 才又定都了雷州 还正正经经造了宫殿 给这座城改名天庆城 此时天庆城的城楼上 站着的都是谢家守军 狄奇也朗声道 报焉无道 以楚王雇铃声九族 迫使楚人迁出云孟泽 害我主公自小流离失所 害得天下百姓名不聊生 到如今 你们还要助纣未虐 名完不灵吗 城楼上那谢家将军亦是朗声达道 大楚兵神何必多言 我等是北燕之将 自然该尽忠守节 好 狄奇也应道 既然你们一心为这骇人无数的燕朝送死 本将军没有不成全的道理 狄奇也抬起上臂 命道 攻城 弓箭手列队而出 手持长弓 侧挂箭筒 结成方阵 整齐地取剑晚弓 万箭齐发 破空声震人心破 重箭齐声破空而去 高高射下划陷入天际 随后重重落下 利透城楼 三轮重箭射过 城墙上再无活人 步兵们抬着攻城墓 在连绵戏雨中不断砸向厚重的城门 狼奇效毒左狼感叹 咱们难得这么规规矩矩 正正经经地攻一回城 真是好不容易 暴奇效毒装醉不怀好意的笑问 你说谁不正经 墓连穿着盔甲 混在五大哨中烂鱼冲树 此时咳嗽一声 打断了师弟们对师父亲欲的余面 他真是师父的好徒弟 不多时 城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 半膳破裂而开 步兵们精神一震 一鼓作气 喊着耗子将整个城门砸断 轰然倒塌 严法谷当即就率兵往李冲 狄奇也在后面喊了一句 好声护卫你们将决 严法谷的左右都督 匆忙中喊了声势赶紧跟上 狄奇也这才抽刀出鞘 直指城门 亡烟复楚 亡烟复楚 将士们齐声相喝 迈着钢铁般的步伐 攻入雁都 与此同时 陆毅被炸他的山坡 组在山道上 不得不后车绕道 陆毅双目赤红 望着碧林城上飘扬的狄字帅齐 咬牙怒吼出了一个名字 狄 齐 耶 杨平梦见一个腰腹破开 拖着死鹰烂度长的丑陋女尸 吓得惊叫着醒来 她醒来的时候 发觉宫殿内安静的诡异 殿内没有一个人 那些该死的侍女们呢 都去哪了 她不知道 就在半个时辰之前 储君攻入雁都 接管了雁朝皇宫 储君命令诗人侍女们 立刻离开皇宫 随后 将四个宫门都紧紧锁住 等待主公亲自到来 杨平茫然四顾 忽然心里发慌 踏踏拉着软鞋 劈头散发地跑出去 一个宫殿 一个宫殿地寻找 然而 还是没有一个人 偌大皇宫 只有她一个人在 杨平心跳如雷 她连滚带爬地 跑回自己的宫殿 四处搜罗着压下化现烟 可是 这是能换钱的东西 被世人们逃跑时偷走了 杨平坐在地上 呜呜地哭起来 她仿佛明白 自己的路 快要走到头了 如果她还想保留一点点体面 她此时应该立刻殉国 可是她不敢 杨平做出了这辈子 最勤奋的举动 她将她能找到的所有烈酒 都搬到了前朝金殿上 杨平裹着好几层龙袍 坐在金殿地上 不停往自己嘴里倒酒 痴痴呆呆地望着那个龙女 杨平边哭边想 并不是她要做皇帝的 她本该去当一个 伤春悲秋的诗人 游戏人间 与美妾名下化献祭相伴 醉生梦死 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 都是先帝的错 谁让先帝非要生她这个儿子 都是唯碧臣的错 谁让她坚持 要立自己这个嫡娼子继位 都是四大名罚的错 他们个个都是毁国误朝的大奸臣 献上来的贱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放荡该死 一个死板木棱 他都没有遇上他的真姬 怎么写得出落神父呢 还有什么顾虑 什么嫡妻眼 这世上若是没有他们 他还可以好好地当他的皇帝 都是他们的错 杨平委屈得不得了 越哭越伤心 明明都不是他的错 为什么要他来被亡国奴的名声 他好恨啊 金殿外下注语 是老天在为他哭吧 连老天爷都觉得他命途凄惨 好不可怜 杨平一口又一口喝着烈酒 终于把自己灌醉了 躺在金殿上睡了过去 研发谷早就将王家家福 锁在位置 铭记于心 他命令手下左都督 去帮助狄奇也 接管都城守卫 右都督去剿灭杨氏宗亲 务必一个不留 剿灭杨氏宗亲这事 江阳猜测狄奇也想不到要去做 所以一早暗示他来 这也是为何主公不能与他们一同来攻城 而是在秦州大营等待他们破都的消息 研发谷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意义 他与北焰之仇不共戴天 多杀几个杨家人 无所谓 随后 研发谷甩掉清兵 马不停蹄地向王家家府赶去 燕朝都城百姓惶惶 接紧锁门户 没有一个闲人敢在外逗留 研发谷急急策马 一路畅通无阻 他是要去给女儿报仇的 为丝绸做柜子手 自然不能让储君下属跟着 王家家府中 王家老小已经听到了城门的轰然倒塌 他们在忧心破城后的遭遇 还在思索能不能献上家底 在楚顾换取一席之地 他们觉得 既然楚顾已经收了钱去投降的严价 那么就说明 楚王对四大名乏并没有太大排斥 说到底 当年非要给顾林生以九族的先帝 又不是他们王家 冤有头债有主 先帝是不可能再挖出来了 可毕竟还有个杨平在 只要楚王杀了杨平 消了怒 王家在献上诚意 想必不会完全没有的谈 他们王家不比炎家那些废物有用 正还吵嚷着 只闻外面一阵令人牙酸的刀劈后幕声响 随后吱压一声 喷的一响 大门开了 然后又喷的一响 大门关了 王家众人蔚然变色 炎法谷提刀纵马 闯入府中 他铠甲下的战袍 已是浑身湿透 雨水满身 阴侧一笑 看着像是来讨命的阴间鬼江 畜生 我要你们为我乖女尝命 王家好歹也是四大名阀之一 他们中自然有人知晓 储君各大名将 因此有人高声道 炎将军 定然是误会 我王家从未与炎将军有过仇怨哪 炎法谷仰手一挥 寒光斩过 就飞起一个人头 引发王家众人惊骇尖叫 你们自然不记得 炎法谷状似疯癫 声音却冷静得可怕 不过是你们王家庞戏的杂种 就敢串通道士 要给死鹰结活鹰轻 生生将我女儿捉去 放空了血 害了性命 我女儿血债 是王家横行霸道 庞戏苟杖人士 残害幼女 当初我求告无门 有仇难报 都是拜你们 王家一手抹平打点所赐 区区一条人命 你们不过是开口提点一句 就一笔勾销 自然不会记得 你们不记得 我记得就是了 炎法谷策马上前 刀尖指着另一名王家男子 笑问 你说说 还有何误会 不 不 我呀 在炎法谷的刀下 这些手无寸铁的王家人 好似带在羔羊 有人抱住了马腿 炎法谷就翻身下马 继续斩杀 他已经杀红了眼睛 也不知有没有王家人逃出去 他只是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刀 脚底下的血 已经积了起来 炎法谷对这些畜生 没有半丝怜悯 手中挥刀不停 他有那么一煞在想 不知当时小乖被放出的血 积了多深 他砍了又砍 直到身边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他喘着气 踢着刀追出门外 一路上发现了几个躲藏在园中的漏网之鱼 都是一刀两劫 然后他忽然想到门是可以开的 一想到这些害死女儿的畜生 有可能逃出去 当即变了脸色 举着刀幕吼着往外追 江炎指挥着 竟未将逃出门的王家人 各个绑好 回身陷着满身鲜血 双眼瞪直 整个恶鬼一般的炎法谷往外冲 当机立断 侧身闪开 绕至炎法谷身后 以守卫刀 砍向炎法谷后颈 手刀一砍而下 炎法谷居然凛然不动 江炎心里吓了一跳 赶紧又补了一下 炎法谷二摇三晃 居然死撑着向被绑起来的王家人方向又走了一步 才颓然倒下 江炎立刻上去施了紧脉 松了口气 信不辱命 他将炎法谷架起来 王家众人纷纷向他求饶 江炎像是才想起他们 面不改色地命令道 杀 敬畏手起刀落 一排人头落地 你们 进去搜 你们 随我护送炎将军回营 秦州 储君大赢 顾烈身穿戴青衣袍 领着穿着同色同服的顾招 焚炉燃香 郑重地对着储顾方向三叩三败 告慰九族在天之灵 燕朝都城已破 他顾烈侥幸偷生 一切都为了亡烟复处 而杨平一死 就是烟灭之时